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直播环节 继续在开市感狼格 先请出我们的嘉宾 有要财政圈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阳智希在这里的Harry 早晨 早晨 刚刚跟进了外围美股方面的情况 再跟大家跟进了内地A股的情况 市场方面都非常憧憬 人民银行明年1月的港广或减息情况 继续刺激在A股方面 昨天曾经升破近五年的新高 都看到非常之厉害 而且内地多只内银股都升停板 但其实情况挺有趣的 昨天看到拆息全线上升 反而不知为何 都令到内银股反而大升上来 本身应该有影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也想问一下 就是内地A股 都已经是即升了这么多上来 回吐压力大不大 大的 这一秒已经69点了 所以很有趣的 你见到上海同业拆息 一直扯上去 其实上升的幅度都挺多的 就是他们的昨天发布的数字 但你见到内银就倒转炒上去 很明显有些市场的 投资者也在想 银筋那么紧的时候 环境越来越逼 到人行会放水 倒转炒 内银就升到 就是停板 但是今天见过拆息 刚刚九点半公布的数字 就跌下来的时候 内银就全线暴赦了 所以这个因由上来来说 大家如果用上海同业拆息 用一些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去看的时候 可能会输钱 所以对于今天A股形势上来说 看看本身 一试试到3047这些位置 又是看3000点的关口 所以以未来的态度上来说 A股仍然会比较活跃一些 因为它没有性弹价 所以未来的形势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今天我暂时这一秒钟 未有一个人行 究竟有没有做到一些正义回购的操作 但是以市场的年尾的时候 其实向来的资金都会比较绷紧一点 但是还好一件事 就是本身A股IPO打新的资金 就开始有部份出回来 所以昨天的成交额也是继续天亮的成交 所以上证综合指数来说 暂时去看 到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什么经济数据 就看一看政策面 以昨天主要的基建类别板块 我觉得所谓的声势会舒缓了下来 因为基于一带一路或者整个基建的股票 很多时候都是看的 就是两位领导人 包括习近平主席 又或者是李克强总理 去哪里访问拿到那些单 李克强就回到中国了 暂时就应该没那么快有单挂下 整理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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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了 所以我们都做到一个配股的动作 炒电改这个主题也可能会舒缓 所以对于上证总指来说 大家盯着那三千点 因为这秒钟我看得很夸张 那些九十几点 那个波幅上来说 大家都继续密切留意 是会比较阔一点的 会阔一点 我都看到今天跌现在九十点 都挨近百分之三 报三千零三十五点 都蒸发了之前的升幅 我都看到暂时都会不会在三千点这些位置可以守得住 还是有机会会再跌 你刚刚都提及到 就说比较阔一点 另外都想问下 接下来的股市焦点应该放在哪里 也有些分析说到 H股现在都存在了一些折样在那里 未来会继续 可能在A股方面 金融股仍然是刺热 可以令到H股有个受惠 再加上明年那个焦点 有人分析就说 会落在追落后的H股上面 你又怎样看呢 这个要好看 究竟两地股民的看法上面 究竟是怎样看的 我一向不太主张 所谓的H股差价的看法 因为内地股民去看内银 和本地市场看内银 两样东西 完全看法是不同的 尤其是A股的波幅这么大 昨天你看到内银股 就好像H股 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折样 比如中行也追上去 但今天1.93点下来的时候 其实是否那个折扬已经没了呢 一天的波幅 因为太夸张了 所以如果你只用这个主题去看的时候 我会觉得有少少冒险 和有少少妄断 所以如果你说 追这个H所谓的差价 经常都和大家说 你都不要完全忽略 忽略所有的基本因素 所以现阶段内银股 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商业银行 其实会不会说 有个H折扬 炒回头的情况出现 一两天可能会 但总体要留意 年底其实资金真的收紧了 所以现阶段内银 昨天炒充劲 今天现阶段有个这么明显的回吐 随时 其实你现阶段 尤其是这么多只内银 升回到比较高的位置 你现在进去 其实有少少截火盼 但是意味是回到的 好 也要密切留意有关的情况 我们看完外围之后 再看看港股 今早早高开是14点 开报23,423点 现在暂时跌1点下来 报23,404点 国企指数跌28点 报11,712点 大市成交暂时到93亿多 虽然美股方面 道指和标指再创一个收市新高 也在整个市场向好 但是见到 好像内地市方面 现在都跌得比较厉害 会不会影响到港股方面的情况 现在跌5点下来 稍后会不会再跌多一点 好像你所说 可能会跌得阔一点 是的 这秒钟港股 近期很有性格的走势 反而成为了一个利好因素 因为它不是完全跟A股 近期主要影响港股的情绪 又或者是上落 在外围市场的因素 占的比例都很大 所以如果你说 以往A股跌80几90点的时候 港股应该跌600几700点 便利只有10几点 所以大家都留意 如果A股保持着这个跌势 我未必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这秒钟跌80几点 你到10点几11点 其实都可以修复了 很夸张的波幅 所以我不知道是否 恒指大家投资市场里面的股民 也很惯这个走势 所以就没有跌想象中那么多 现阶段来说恒指只是 我都觉得是走着一个上落的格局 走着向下望 当然是先前跌得比较深一点 现在就好像确定了 有个箱底的形势 大概22,500点一个位置 向上望我看得很少 其实我会觉得我只是看23,600点 可能我运位已经沽了 为什么会这样看呢 始终一些年底的因素 另外就是交投气氛 随着这一两天入住假期里面 其实我相信会比较弱一点 所以入市气氛麻烦点的时候 大家如果说追A股 又或者看好A股 都依然是在年底有几弱的气氛 我看国子那边 始终政策面是放在那边 而且指数的敏感度也会高一点 对 都见到年一例说 国子仍然是跑人行指的表现 都可以再留意 麻烦你会和我们分析 内地市和港股价表现 最后我们只剩下时间 和大家跟进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见到汇控升价半 指甲报74.25 至中移动升1 建行跌3仙 公行没有升跌 中行跌6仙 港交所跌过 二国售母升跌 有邦保险升3号 腾讯升8号 金沙中国升2号 长实跌5号 新铜基地产升3 升6号 而九仓升跌1号 中海外跌1号 而华议置地产跌2号 中海跌超过1% 中石油跌6仙 中石化跌2仙 昆仑铃跌1号 而中国神华母升跌23.45 谢谢Harry 刚才提及的资产本身有没有持有 没有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有直播环节 家庭观众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下期再见